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看的房子在著名的麻布石帆 麻布石帆最出名的是它的商店街 距离东京最贵的地方之一六本木也只有一站地的距离 这边有很多高级住宅区 大使馆和米其林餐厅聚集地等等 今天要看的房子步行至麻布石帆地铁站只要5分钟 售价2999万日元 折合软卫币198万 总使用面积41.8平米 一室一厅一阳台 位于三楼 话不多说 我们进去看一下内饰 首先一进门 右边是一个带穿衣镜的储物间 打开里面很宽敞 可以放得下一家人的鞋子和帽子首饰等等 这个开关在日本房屋里很常见 是走廊灯 可以通过左右的切换选择全关 声控或者长明模式 顺着走廊往里走 我们先来看左边 左边是盥洗室 里边是卫生间 打开盥洗室的镜子 有吹风插座和可调式置物架 洗手台的下面也是打好的柜子 可以放一些洗衣用品 盥洗室的左边是一个卫生间 洗手台的右边是放洗衣机的地方 折叠式的浴室门有一个小锁 把它扣开后可以打开门 日本的公寓浴室装修基本大同小异 高级程度不那么美丽 但是非常的实用 日本人喜欢坐着洗澡 所以淋浴系统也是可以调节高低的 浴室的边上是多功能设置板 洗完衣服可以直接在浴室风干 顶上有烘干机 从客厅进来 首先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一体式厨房功能齐全 基本上你入住就可以立即使用了 厨房的另一边是一个很宽敞的客厅 客厅里面集成着电视和网线接口 购买相应的服务就可以接入使用了 顺着客厅往里走 可以看到客厅和卧室相连 通过推拉门进行隔断 平时可以打开 卧室和客厅都是落地窗 可以直通阳台 卧室的另一边有一个小型的衣帽间 打开阳台出去看一下 天气非常好 可以看到阳台比较宽敞 旁边有避难的装置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关注我给我点赞 和我一起看房吧 感受美好的家居生活 Bon和 subtitles by b İş 订阅 представлена 火转唱辑 guidance 逢阳 词 和 둘